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在这边就是拜托主委 既然政府的政策 你可以看到缺水的问题 这个修根的问题 我们的灌溉 我们的农损的问题 你就应该积极的作为 我给委员报告 为什么刚刚讲的那个黄金狼道 以色列的驻台代表 Semona大使 他愿意说以色列来帮助我们台湾在这方面 我们的试验改良场所 每一年推广2000公顷的滴灌 好不好 你应该加速去做 这可以节省非常多的用水 本来就是啊 节省非常多的用水啊 而且灌溉有好几种 滴灌 撒灌 浇灌 噴灌 噴灌 那就是撒灌 浇灌 噴灌 还有渠灌 或者是流灌 那我们现在很多是渠灌流灌 是很浪费的 很浪费 对不对 那这样水源难怪不足 超抽地下水的问题 这样你一举速得啊 所以我们是希望 这个主委你把这个问题抓紧 就是黄金狼道这一块 全部一万多公里 全部要朝这个方向去 做配套整个措施 另外啊主委 我们看到这个报纸上 像我们的毛豆 现在日本的市占率很高 是 这个当然归功 我们台湾的毛豆先生啊 就是 原来高雄农业养殖场的 这个副研究员 周国荣先生 可是现在他讲说 我们有这么好的滤精 而且市占率越来越大 现在是仅次于我们的 蝴蝶兰的 第二项出口的农产品 里面的毛豆生产区大概有两百多公顷 他会另外找地 在附近 何是毛豆叶子使用的地 来 你当时就近他家住的附近这样才找地啊 而且要区块 你搬离到远的地方去后 就没有办法分散啊 就没有集 集约的效果了 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的 修耕地活化之后 在台南市 现在的台 原来的台南县 还是有区块 可以来 进行这样的转作 可是你 离开农民家那么远 他这些专业的农民 他已经在这方面技术都生根了 你 你把他现有的土地拿掉 你不能去协调台塘 他有台塘其他的地 先用吗 我想他那个是有季节性 就是有区块性 所以他不能够全部一起做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 政府相关的部门啊 一方面要发展 我们的这个绿色这个技术相关的 我们的 可是你可以看到 我们有法国的技术 有日本的市场 可是不敌台塘抢土地 大家都讲很可惜啊 这个不会发生 跟委员报告 这个不会发生 一定会有替代的方案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 很多 像这个农地活化 这一部分啊 像我们现在讲的 说要绿色这个平地造林啊 那很多平地啊 现在已经有更好的绿化效果的 已经有农民在栽植果树的 然后已经有植被 都很好的 那就不必再去把它 为了一个平地造林的计划 然后一把它收回来 再去做嘛 这样把它增加民怨 这一点啊 维持 维持希望 是 我们会做检讨 在山坡地 所以你应该在这方面要做检讨 是我们会做检讨 这个农委会 尤其我们林务局啊 是 真的也千万不要为了一个 平地造林的这样子一个计划 每年要达到多少目标 结果就把既有的农民 已经在做果树果园的 你要把它 硬生要把它收回来 那是山坡地的部分 平地造林的政策啊 我想在这里会做一些修正啊 因为二十年的这个造林之后 你不要因为编了这么多计划 因为是这个既定的这个政策 什么 马总统的这个政策啊 我们再需要修正 就应该相关的修正就应该修正 你激起民怨的你就应该修正 是 好不好 是是 谢谢 另外就是针就今天的几个这个提案了 动物用药品管理法部分 条案修正草案了 你在这个里面了 说强化动物药品的检验登记管理制度 授权动物用药品检验登记等事项准则定之 并使使用不实资料或证明文件 申请动物用药品检验登记许可证 展延或变更登记者 不以核准 以核准者 撤销其动物用药品许可证 并限制两年内不得重新申请 我们认为应该五年 五年 那两年根本就没有对他什么伤害 两年变换一下 他他既然都是用假的这个相关资料 他在两年之前他会有什么改变呢 就五年 我们 这样才有贺阻力 尊重委员 尊重委员 这样才会有贺阻力 是尊重委员 另外 这个有关于今天这个苏委员这个提案 真真不好意思 这个苏委员 我们很多的这个 我的选区有农会 士林农会北投农会 他们也跟我们积极的这个反应 说如果说你涉及在农业区 就是本来就是法定条件之一 你都已经搬离了 以后你还能够享有在那个农会的资格 因为会员的资格本身 涉及到农会的相关的选举权 被选举权 这跟我们公职人员 你公职你 你搬离了你的这个户籍地以后 搬离了你的这个选区以后 你还有这些选举权被选举权吗 就没有了这个就影响啊 这个就整个就乱的套了 做这种情形 这部分的可能要要 特别啊 要提醒我们的提案委员的这个注意啊 另外我们也看到农业法里面农会的设立任务 会员资格 选聘人员经费监督等事项 18条项规定的目的是配合农会法第12条 那你官修18条你12条 你这样子也造成互相的这个法法律的矛盾的 呃 这种禁合的这种现象啊 这种恐怕也也 本习在这个地方也很难这个同意啊 另外我在这边也要想请教一点啊 就是说在这个陈明文委员这个呃 呃呃呃 刘建国委员等那个提相关的提案啊 里面有关于就是单一给付啊 这样子一个制度啊 请问一下呃 主委啊 他这个单一给付 那是不是像老龙年金肥料补助啊 什么这些都取消了就只有单一给付了 是对地的这样的情形 那否则为什么叫单一给付 这个在世界各国的这个呃 补贴方面啊 有各种不同的制度 那这个对地单一给付 可能会联动到其他的补贴 那那如果说这样子 所以这个一定要经过非常完整的盘点 是不是他这个单一给付就是要取代了 肥料补助啊 老龙年金啊 什么那些其他的那些 农业用电啊 那些什么相关的这些 所以所以一定要做盘点 一定要做盘点 不能够定下去之后 会造成非常非常多 我们现在在执行的 不管是补贴政策 不管是福利政策也好 都会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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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不会到时候反而提起更大的民怨 比如说 比如说像韩国的肥料补贴 他在FTA之后全部取消 我们在肥料补贴一年四十亿 我们一定要用一个 緩和的方式呢 来做改变 我们这种补贴的这种方式 也有针对政策性要鼓励奖励的这种情形吗 是吧 对我们这所有的未来的这个 单一补贴啊 是要有政策目标的 要有政策目标的 并不是 片片段段的去做调整 好吧我在想说 要有统筹配套的这个 要做盘点 要不然这个 否则的话你 你光是单一给付制度 那原来的老龙年金肥料补助 那是不是会受到冲击 对有补贴 那这些恐怕要整齐的考量 因为主席已经站起来了 不想罚他站太久啊 这个像陈委员这么不人道 我是短一点时间 谢谢